近日,陆军第七十五级团军谋旅,作为野战饮食快餐化保障试点单位之一。 通过组织战备演练,检验多种保障方法和组织程序。 李汉评设,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 习主席深刻指出,打仗在某种意义上讲,就是打保障。 新时代,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,必须打好习主席的圣战之问,初春的滇北马龙。 草长应非,我军建制旅史上一场特殊的战斗,在这里打响。 特殊,源于参与者是我军野战饮食快餐化保障试点单位。 这场战斗,对我军战场保障由生活形象打仗形转变,具有风向标意义。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,从事上解决战斗力问题,不亚于一场自我革命。 问之一,战场上吃饭是谁的事? 今年2月,演习中战斗持续了三天。 第七十五级团军谋旅战士李渊称和战友,已连续吃了三天特种作战食品。 然而,战斗还在继续,考验还在继续。 指导员,也战食品黏黏糊糊的。 现在真的没有一点食欲。 能不吃吗? 李渊称问指导员贤友。 你不想活命了? 贤友大声试问。 贤友的责问,源于五年前的一次抗战救灾经历。 那年,贤友带领官兵,挺进银南鲁电地震重灾区时。 就是靠压缩饼干和几瓶葡萄糖支撑体力,完成了救灾重任。 对关键时刻能保命的野战食品。 贤友有特殊的感情。 野战食品肯定不如家常态。 但打起仗时,不可能有热菜热饭。 不好吃才要训练。 这是生存的需要。 战争胜利的需要。 不是好不好吃的事。 贤友说,现在旅里每月组织野战食品训练,就是让官兵慢慢适应野战食品,适应未来战场需要。 对于简友的观点,陆军研究院特种勤务研究所野战军区研究室专家王万平认为,野战食品以补充能量为主。 体积小,能量密度高是最重要的标准。 所以口感上相对差些。 任何食品连续吃几天,接受起来都会比较困难。 在王万平看来,各国的野战食品,都存在口感与能量的矛盾。 不好吃几乎成为各国野战食品的代名词。 尽量让其可口。 是科研部门的事。 不是部队的事。 战场上吃饭力来不是自己的事。 战场上,官兵的身体不属于自己,而是属于军队。 陆军勤务学院教授公战胜指出。 从远的看,红军成征途中,挖草根吃树皮,是中国革命的需要。 从近的看,上世纪六十年代,新疆军区神仙湾边防联开展吃饭比赛,体现的是树边官兵,使命高于天的责任担当。 一些官兵认为吃饭是个人的事。 把战场上的吃与平时的吃混为一坛。 这个观念必须转变。 要把战场上的吃,作为提升战斗力的任务来完成。 问之二,怎样练出军人特殊的胃? 问,好吃吗? 答,吃一天还行。 第二天就不想吃了。 关于野战食品的提问。 不少官兵这样回答记者。 官兵感觉有的野战食品不好吃。 是因为用过日子的标准品味。 忽视了军人要有适应战场的特殊的胃。 第七十五集团军牟旅保障部部长任由总告诉记者。 野战食品有热量高、易携带、营养均衡等特点。 符合战场需求。 但在口味上的确比不上餐桌上的饭菜。 这次连续三天不见一滴热水。 有的官兵受不了。 说明我们对特殊的胃训练不够。 任由总说。 有的战士讲。 没有热汤咽不下去饭。 连野战食品都不能吃。 还能打仗吗? 打起仗来。 谁给你烧热汤? 多年从事后勤保障的任由总说。 四菜一汤,在营区保障没问题。 但军队是要打仗的。 吃惯了热饭热菜的胃。 上战场怎么办? 能不能尽快适应? 这些都是对战斗力的考验。 电视剧士兵突击中。 许三多怀揣两个主熟的热鸡蛋。 被侦察直升机发现。 热源是祸首。 在某旅组织的一次夜间侦察对抗中。 一名战士随身携带一壶温水。 潜伏。 不快结束时,悄悄打开喝了一口。 结果热源影像数据被对方热成像仪和激光刻聚机牢牢锁定。 导致对抗失败。 对此, 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教授唐斌认为, 军人的胃和老百姓的胃是不一样的。 军人的胃是特殊的胃。 特殊的胃要靠训练。 既训练生理心理的适应能力, 还训练顽强的意志品质, 不屈的战斗精神。 在朝鲜战场上, 志愿军只站员, 靠一把血一把炒面支撑体力, 赢得战争的胜利。 靠的正是坚强的胃动力。 拿破仑有句名言, 部队靠卫行军, 旁边认为, 军人的适应能力决定战争的持续能力。 练就军人特殊的胃。 必须从重促官兵饮食结构。 从习惯吃野战食品开始。 吃饭成为全军共同训练课目。 采访中, 部队领导告诉记者, 军委有关部门, 对这项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。 野战食品训练, 列入军事训练大纲, 进入年度军事训练计划, 协入军事演练方案, 纳入训练督察范围。 部队结合野外助训、 军事演习和重大军事行动, 开展野战食品适应性训练。 各级机关都要训, 作战部队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连续七天的食吃食训。 问之三, 怎样进行吃的革命? 哪些地方可以吃热食? 哪些地方不行? 如今都有明确区分。 午饭时间到了, 记者转了一圈, 没见一缕埋锅造饭的炊烟。 正在纳闷之际, 任有总把记者请进帐篷, 端出一盒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盖饭。 尝尝, 看看笔饭馆的味道如何。 没火没电也能吃上热食。 记者左看右看, 也没找到热源。 最终在饭盒底部, 发现了一块烟盒大小的灰色固体。 任有总告诉记者, 这种加热包, 浇几十毫升清水, 十分钟就能加热预制饭菜包。 看似不起眼, 却解决了大问题。 引进快餐盖饭一小步, 保障模式改革一大步。 新技术威力在战场出现, 在准备战斗阶段, 让地方优秀餐饮企业, 担当战场火投军。 制吹时间大大降低, 既减轻了部队保障压力, 又提高了官兵饮食质量。 对军队后勤来说, 省时省心省力。 着实是一场饮食革命。 第七十五级团军谋旅领导说, 以前演训活动, 各种保障从头到尾, 都靠部队自办。 类不说, 还影响战斗力。 俄罗斯演习部队走到哪里? 后方往往有一帮大婶在做饭。 美军在战场上实行社会化保障, 已成为一个产业。 在这方面, 我们必须改革。 谈到保障模式改革。 陆军勤务学院军需采购系专家中非深有感触。 改革出动力, 竞争出活力。 目前, 一个军委制定标准, 部队提报需求, 地方加工配送, 军地联合前送的野战饮食快餐化保障链条正在形成。 野战食品, 野战饮食装备器材科研, 向社会开放, 9家地方企业的各种餐谱, 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军地专家联合评审验收。 有关负责人表示, 一个迈向新时代的战场饮食保障新模式已然开启。 全军上下向吃药战斗力的变革, 正在持续推进。 本报记者张海平、 孙兴韦、 吴敏刘一伟, 据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网站, 3月25日报道称, 英国空军计划, 引进新一代无人攻击机。 情绪航时常是被替代机型的两倍。 报道称, 美国制造的保护者无人机拥有显著增强的性能, 包括更大和更先进的武器有效在喝。 这些无人机, 将于2024年开始服役。 以取代死神无人机, 英军装备的死神已有一架于本月退役。 其余9架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作战, 也会适时退役。 目前, 美英双方已就购买16架保护者无人机达成协议。